哈囉大家好,我是星期天 又到了我們吃東西的時間了 我們今天要來吃的東西是 糖葫蘆 我們先來吃第一支 這個 這個是我在高雄瑞峰夜市買的糖葫蘆 那這個糖葫蘆呢 它中間這邊還有夾這個蜜餅 所以它吃起來的味道 是甜甜的 又有一點點酸酸的 那外面 裹的這個糖衣 真的是做得剛剛好 吃起來的味道其實是非常搭配的 但是這牛蛋 吃起來很酷 很香 要吃起來很要麵 明明實就是很酷 有夠蜜餅 一般蜜餅 有這種醬紋 它就很酷 粘味 很酷 它就很酷 它開著 下一點'容易吃了 這個下池 我們看到這個黑ิ辣地 要是有娃娃霸自 happens 我們吃那些卸一點 吃得 소 ballistic 要来吃第一次的 最棒的味道 鹿鹿 有很多人是要吃到的 是要吃到的 就算是要吃到的 是要吃鹹的 根本就是要吃 很嘟 我喜歡的 第三季 第三季 中午5个月 四个月 一会儿 快点 小火 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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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选它 不是老肉 但是太好吃了 不太好吃了 那我真的太好吃了 我不太好 如果你吃了很高 我都不太不好 那种醋 丝片 一枚 其他 一枚 这种 但是更好吃 看起来是很严重的 包包 但是真的太阳 我只是用火的 就像我一样 我也是做得很酷的 我给你也想吃 这种东西 我就是想吃 好,吃完了 我們今天吃的糖葫蘆呢 可以說是真的是蠻好吃的 因為其實之前有吃過比較不新鮮的水果做糖葫蘆 那個糖葫蘆的水果吃起來都會有一個怪怪的發酵味 那今天吃的不會 它除了用比較新鮮的番茄之外 那同時它的糖衣我也覺得是蠻恰當的 因為其實有糖葫蘆它的那個糖葫蘆用糖衣太厚了 吃起來就會造成它的口感不太好 那今天的糖葫蘆糖衣是剛剛好 那輕輕一咬就碎掉了 那個糖衣本身也是蠻完整的 所以不會說糖衣有0的不完整 我覺得如果今天的糖葫蘆打個分數的話 百分十分應該可以到7.36分 7.36分 是一個算是中上的分數 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糖葫蘆 好,我是星期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訂閱還有留言 可以留言告訴我下次可以吃什麼東西 那我們下回見了 拜拜 czyli define 逆